一般的芭蕾舞演员过了30岁就跳不动了 而他凭努力和天赋一直跳到44岁 在全世界都认为芭蕾舞只属于西方人的时候 他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认知 年仅18岁就被世界顶级舞团一眼相中 进入舞团后连跳三起 减花一年半时间成为了首席舞者 要知道当时舞团另外两名首席是花了16年才做到这个成绩 不仅如此 首席舞者一般也只能连任15年 而他连任了23年 他就是公认的华人奇迹 国宝级舞者芭蕾皇后谭媛媛 作为华人一提到她我们就是都特别骄傲 旧金山市定了每年的4月9日是旧金山市的谭媛媛日 进入全世界前十名的芭蕾舞女演员有谭媛媛一个 谭媛媛1976年生于上海 从出生开始就拿到完美剧本 五岁时在电视上看到天文湖 学这个样子力气足坚 摆出舞者动作 这让曾经拥有舞蹈梦想的妈妈欣喜不已 但保守的爸爸认为 女孩子跳舞穿的衣服少 还要被男孩子抱来抱去很难看 争执不下之时 父母决定抛硬币 谁都没想到这一抛似乎是天注定 众多奖项接踵而来 十岁考入上海芭蕾舞学校 十四岁在芬兰出货国际大奖 十五岁在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拿金奖 二十一岁成为顶尖舞团首席 每年巡演一百三十多场 创造了几乎所有经典芭蕾舞剧的女主角 她将东方人的艺术特质 融入了西方艺术的极致之美 令人叹为观止 芭蕾皇后美誉的背后 除了为舞蹈而生的自身条件和刻苦训练外 还在与恩师陈嘉年这位伯乐的慧眼相识 将她平常练习中偶然流露的闪光点 挖掘并放大 陈嘉年回忆年少时的谭媛媛说 也可能因为我对她太严格 谭媛媛太爱哭了 整天哭 有一次她又因为没有达到要求掉眼泪 我问她要哭还是要练 只能选一样 她选练 虽然她的名字早已写满了荣耀 但背后的苦却少有人知 一个人远赴海外入团 因为是亚洲人 又表现太优秀 会同行妒忌排挤 受心冷眼 学芭蕾还有一份特别的苦 吃喝饮食都得控制 有时候吃一个三明治 都会导致服装穿不进 但即使双腿严重变形 即使骨裂错位 伤痕不满全身 她也会每到一个城市 就是找练工房 连旅游都不放过 因为 如果你歇一天 自己知道 两天 老师知道 三天 观众知道 你脚下就在那打滑 你站不稳